尊敬的旅客朋友们你们好 欢迎乘坐AA888次航班 本次飞行将由三位优秀帅气的机长 接程为您服务 下面有请三位机长荣耀登机 三位分别是靠机长 靠机长和赵铁柱机长 三位机长请机长 10年了 在一起10年了 一点默契没有 谁也别默契了 赶紧登机 汤姆 汉克斯 我是汉克斯 我的意思是这10年里 我跟你们两个在一起待得很愉快 这10年里 我们三个人经历了风风雨雨 但是今天这次驾驶 对我来说尤为重要 因为这是我这10年里 第一次开飞机 你的第一次 也是你的第一次 本来啦啦啦 那个 我冒昧地问一下你俩 你俩飞机架是要跑进来了吗 汤姆你这个问题问这个 真是我们都已经坐到这了 没有啊 没有啊 你俩敢不开飞机啊 你没下来了 我也没下来啊 我以为你俩下来了呢 哎哎 不是那咱仨谁开飞机啊 身为专业的驾驶员 你梦我这个问题 坐在机长这位 我是不知道谁开 今天有命吧 那我还下去 我跟你说个道理啊 车到山前必有路 况且我们开飞机 今天呢是我们第一次驾驶 有一个很重要的事跟你们说一下 第一次 一定要照相发朋友圈 不错不错 回头发给你们了 好了 这样 还有两分钟 我们人生中第一次航行就要开始了 现在我们抓紧时间 请出我们的最美空姐 闪亮登机 哈喽 行了 你这给这飞机踩的忽啥忽啥 行了 还有两分钟了 抓紧时间播报 好的 女士们先生们 欢迎乘坐 无礼盒皇家公司 AA888次航班 由拉斯米加斯起飞 途经毛里秀斯 布宜诺斯 爱丽丝 最后到达 加姆斯 我们将一十五分钟之后 到达加姆斯国际机场 请再次确认 安全带是否系好 调制座椅靠背 收起小桌板 打开真光板 祝您旅途愉快 谢谢 我发现一个问题 现在咱们公司 这门槛可真低 什么身材都能当红姐 是吗 多可听说个事 就咱们公司 身材不好的 还当机长了呢 我一再强调 不要在别人背后 说到别人 行了 这些都不重要了 现在咱们抓紧时间 来来来 准备起飞 风向 西南 风速 七米每秒 目的地表温度 华氏七十六度 油亮 充足 厕所一大扫干净 可以起飞 怎么还熄火了呢 可能离合没踩住 这样没有关系 毕竟是我们第一次驾驶飞机 再来一遍 再来一遍 风向 东北 风速 八米每秒 目的地地表温度 华氏九十六度 油亮 够用 我老今年六十五岁 可有意起飞 好好 现在咱们开始倒计时 好 五四三二 飞 我机长 你快突然了你 机长 你挺厉害呀 这第一次开飞机 就平安到达了平流层 你可别夸我了 刚才我都没敢睁眼 我都不知道自己咋上来的 机长 我好像有点饿了 饿了 这个时候你说饿了 你身为一个专业的机长 你刚上飞机没多长时间 你说你饿了 你要不说你饿了 我也不能饿呀 点三吧 来 空姐 过来一下 你好 三位机长 我怎么可以效劳 我要一份牛排 没有 鹅肝 没有 那我要一份金枪鱼沙拉 也没有 那你们有啥呀 酸菜馅饺子 怎么什么都没有啊 你这特别不合适 我们身为皇家公司的 总机长 你在我们工作的时候 给我们吃酸菜馅饺子 多鲁莽 多不谨慎 多low 行了 不吃了 你这 你给我拿杯咖啡好了 没有 成这 没有 怎么什么都没有啊 吃不都让你喝了 不是 我们现在还剩点饺子汤 你要不 饺子汤 机长 机长 虽然是批评下属 但是不用这么严厉 毕竟是个女孩 我来啊 你好美丽的空姐 你好 给我两碗饺子汤 您好 给我两碗饺子汤 我也来一碗 好的 那也别唱我这一碗了 就剩两碗了 你可以匀一下 饺子汤两碗 哎哎 机长 我作为富富富机长兼空宝和宝洁 所以我怀疑 所以我怀疑 咱飞机上这个餐 都让这空姐给吃了 你还用怀疑 谁都看得出来 那个体型 你还用怀疑 哎呀 哎呀呀呀呀呀 哎呀 不好了不好了 咋的了 饺子汤没了 饺子汤还有 但是一位乘客 价值两万元的限量版LV方巾弄丢了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你都问过了吗 全部都问过了 哎 我作为富富副机长兼空宝和宝洁 哼 所以我认定 这个围巾一定是丢了 那还用你说吗 不丢能找吗 哎呀我天哪 你脑子一下 其实所有人我都已经调查清楚了 只有你们三个还没有调查 所以我怀疑这一条方巾就在的驾驶舱 你从飞机起飞到现在我们也没离开这驾驶舱呢 哎呀我天哪 哎呀我天哪 你干什么都往那边蹿 走走走走走走走 哎呀给我甩一点 你从飞机起飞到现在我们也没离开这驾驶舱呢 怎么可能是我们三个 哎 那哪去了呢 哎 真是急死我了 那到底会哪去了 哇哦 谁不就是 汤汤汤 现在是考验我们航空公司人文关怀的时候 不要伤了美丽空姐的心 要也会 记着啊 这事交给我去办 你好美丽的空姐 啊您好 我有一个小小的问题想问您您说 你说这块方巾它有没有可能是粘在哪了呢 嗯 粘在哪了 飞机这么大能粘在哪啊 难不成粘在我身上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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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 找着了 你看 我就说在驾驶舱吧 是 你们仨给我老实点啊 我盯着你们三个的啊 哈哈 哎呀 哎呀 就这样还当空姐呢 你说她在地面上好好的模特不当 非得上来当什么空姐 你说催 小点事 脚子汤还没给她上来 哎呀 不好了不好了 又怎么了 饺子汤没了啊 饺子汤还有 但是有一位叫做Angela的乘客 在后面嗷嗷的哭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你劝劝她呀 我劝了 我说什么她都听不进去 我觉得她可能是难受的 难受能怎么难受啊 拉肚子呢 拉肚子你就说拉肚子 你绕个圈有什么用啊 咱这也没用啊怎么办 那个 给饺子汤给她喝一碗吧 哎 等会儿 我注意到一个细节 你好 这位叫Angela的乘客 是不是一个女孩 对 机长 根据我多年的恋爱经验 一般叫Angela的姑娘 都特别的漂亮 所以我决定 我去看她 哎哎哎你回来回来 我跟你说 这件事一定得我去 我告诉你为什么 因为我以前也叫Angela 想一想 行了 你俩有没有点正事啊 身为机长 你走了谁开飞机 一点不够我们安美 我去 他干什么去了 他好像说 他去 你怎么不拦着点呢 我也没有 哎 是女孩吧 对女孩 一定特别漂亮跟你讲 叫我Angela差不了 哎呀便宜这小的了 我小的一天 这就是你说的Angela呀 这不是个小baby吗 对呀 Angela baby嘛 哎呦 来来来来来来 那个大女的来给你 你抱着我来 什么大女的 跟机长长得挺像 哎 这一家三口 像一家三口 这一家三口 臭流氓 我刚才说着 我刚才说着 到了机长 前方出现了气流 我们的发动机失灵了 我从来没有降风 这么长大的气流 那是因为你根本就没开过飞机 现在 你抓紧时间 启动发动机 并且调成手柄操作状态 是 记着 定速大约二百七 你现在马上联系塔台 实时向我报告着陆情况 那我应该怎么办 你 你就看好孩子 这个 是 我 追走 机长 发动机好像已经恢复正常了 太好了 耶 哎呀 哎呀 吓死我了吓死我了 哎呀真的 刚才好险呢 刚才这个吓死我了 我军冬 就都放在哪儿了 是我 今天是我指摆 赵铁柱机长 我们还在飞行中 是 希望你可以关闭你的东西设备 我今天下班之后啊 我我我我 我就来到那个 咱们这个 你身为本机的总机长 我希望你可以考虑到所有人的安慰 不是 你先别骂我 请你关闭你的东西设备 赵铁柱机长 我希望你可以以身做 行了 老板的电话 石萌 我们都知道你从小就有一个空姐的梦想 所以给你准备了这个生日礼物 但是这里只能用15分钟 这都过去半个小时了 哎 石萌啊 你说 我们三个在航空公司的模拟舱里 当宝啊也不容易 老板打了电话 说人家一会就到了 你说我们在这玩 万一撞见 我们真的没法解释啊 是是是 石萌 我刚才不应该跟你喊 但是石萌 其实我想说 你梦终究是梦 你早晚得醒啊 对不起 对不起 都怪我 我这人一做起梦来 就不愿意醒 今天给你们添麻烦了 你们好好工作吧 我先回去了 石萌 生日快乐 快乐 这个生日 我过得特别快乐 咱们四个 从小一起长大 每年的生日 都是你们三个陪我过 因为你们懂我 你们知道 我有一个 当空姐的梦想 想在蓝天白云中 自由地翱翔 但是看我这样 飞不太起来 但是你们依然 在我身边鼓励我 帮助我 告诉我 不要放弃梦想 只要坚持 有一天一定会冲上云霄 这个生日 我过得特别有意义 但是 给你们添了这么多麻烦 对不起 大壮 补月 天佛 谢谢你们 风向 西南 风速 七米每秒 目的地表温度 华氏七十六度 油量 充足 可以降落 你们 这是在干什么呀 石萌 别忘了 咱们还没着陆呢 石萌 起落架已经打开了 随时都可以安全着陆 到几时 五 四 三 二 一 尊敬的各位旅客朋友们 武力和 皇家航空公司 AA888的航班 已经安全着陆 梦想 就像一次旅行 在起飞和途中 都会有些颠簸 我的梦想今天已经安全着陆 我 以祝愿在座所有人的梦想 能够冲上 云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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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